在年夜饭上我们就在商量 节这么长的一个长假 后面几天该怎么玩 而这怎么玩呢 也取决于天气 虽然除夕之夜 天气还不错 非常好 虽然深夜会有一点湿冷的感觉 但是初一确实是很湿冷 我都不愿意出门呢 而明天后天都是连续的降温 处于降温状态下 出门是相当的费劲 而寒潮正在路上 这样的一个天气 造成整个上海市区里面都在下雨 这就是邋遢年 邋遢之年 但没办法 而23号中午前后 强冷空气影响模式 随着这波寒潮过去 年初五白天明显升温 最高可达10度 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 最暖的一个白天了 年初六又有冷空气 迅速来压制住升温的趋势 气温在今年打击之下 一直在低位徘徊 所以走亲访友 要注意天气状况的变化 最逸击之下 三次二就寻启